陪審團做得好 我覺得這幾年 你看學生運動都出來了 今天我們出的大部分都年輕人 台灣真有機會 年輕人覺醒 我們把這個年輕人打鼓勵 好嗎 所以台灣 要改 憲政要改 術法制度要改 最後一年有的制度要改 再來就要有培審團 我在想 我們要做的太多 我先抓這個 司法制度我先做培審團 後面我想 這個 最高歡迎的制度也要改 這大家可以 大家來道三天好嗎 給大家拜託好嗎 好感謝